好那下面呢咱们来说动态库啊 那么动态库呢对应的就是以.so结尾的 在另一边有.so 那有可能呢你说我去这个LiveMove里边看 它有.so.1.7 等等啊后边有一些小数有一些数字 那么这些数字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这个库啊它的一个版本 库的版本啊就是你看到里边有so 它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它肯定是一个动态库 好我来看一下命名规则 命名规则呢跟静态库非常的类似 LiveXXX.so 就是命名规则分三部分 那就说第一部分啊这是固定的 后边这个.so呢 也是固定的中间呢就是你得给这个动态库起的名字 好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命名 那么命名则完之后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 首先要学会怎么样去制作啊 制作完之后咱们再学怎么去使用啊 那制作呢步骤还是两步 第一步生成将这个原文件呢生成.O 原文件生成.O 好那现在这个技术的动态库的时候 的.O啊跟静态库呢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动态库和静态库啊 他们的加载方式不一样 那么一会儿这个呢咱们放到后边再说啊 那你先生成这个.O 那么在生成的时候呢 需要加一个摊数 好 DCA.C B.C 然后-C -FPIC 好那么你先说哪个摊数是我们加的呀 FPIC吧 是吧 那么你在看资料的时候啊 有这么写的FPIC 这两种写法呢都对 你不管是这个PIC大姐和小姐啊 他们所代表的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不管怎么写 你看你觉得怎么写合适啊 你就怎么写就行了 好那么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打包 打包 打包上动态库咱们用的工具啊 也不是这个AR工具了 动态库他没有专门的打包工具 我们要用的是什么呢 要用的是GCC 好 用这个GCC呢 把我们打包就行了 好GCC 那么需要呢 额外加一个参数 GCC 好GCC 这是我们必须要加的 GCC 是我们必须要加的 那么后边呢 GCC 那么GCC 是什么呢 GCC 就是说 指定我们要生成的 酷的名字啊 指定啊 生成的酷的名字 这怎么指定啊 LAB 什么呀 XXX.SO 那么后边 那么你要生成这个SO啊 你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原材料是什么呀 A.O 还有B.O 就是这两个东西 那么第二说 咱们在第一步的时候啊 你生成了A.O和B.O 那么下边呢 就可以直接用 那么当然了 你这个A.O和B.O呢 放到这也没错 就是这个顺序啊 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规定 你只要掌握一点就可以了 哪一点呢 那个G.O后边是什么东西呢 你要生成的酷的名字 就可以了 啊 你说Rawite加了一个什么参数呢 刚share的 就对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那把这个说完之后 咱们再来实际的来操作一下 那还是这四个原文件 弄第一步呢 双成A.O 就是GCC 星.C 杠C 加什么 IPI 好 他说没有同文件 加上 好 那现在呢 咱们就出来了 四个.O文件 那么出来了 这四个.O文件之后 咱们要第二步操作 什么呀 就是打包啊 打包 那么就是GCC 杠 这样的 就是星.O 杠O lab My C A.L.C.S.O 回车 好 你现在看 我们生成的这个动态库呢 什么颜色 绿色 绿色呢 其实它是有执行权限的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有执行权限的 XXX 就是说这三位人 不管是哪一类人呢 他都有执行权限 好 好 这是我们生成的库 那么基本上呢 生成 动态库呢 跟静态库差不太多 都是两步 但是说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啊 他们对应的命令呢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就区别啊 比如说生成.O的时候呢 需要加参数 LPSC 在打包的时候呢 用的是GCC 只不过是加了一个参数啊 就是-share的 加了一个-share的参数 就是一个水果柑 越来越迟了 要加把优优独的 有效果